《惡靈古堡 2 重製版》 系列呼聲最高 最受玩家期待的《惡靈古堡 2 重製版》 即將在明年初上市 各位玩家是不是都迫不及待 想看看重製版的新風貌啦 在東京電玩展上 卡普空展出了最新的故事宣傳影片 大家熟悉的老面孔們一口氣都登場啦 《惡靈古堡 2 重製版》 是以 1998 年在 PS1 主機上 推出的二代故事為基礎 利用最新的遊戲引擎重製而成 不僅畫面大幅進化 角色的操作與爭鬥也採用了現今主流 好上手的第三人稱射擊玩法 更重要的是遊戲不但完美重現當年經典場景 更大幅強化遊戲內容 過場演出 精彩之外更是血腥驚悚喔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 當年薪水還沒有很高的菜鳥警官李昂 與一代主角克里斯妹妹 克雷爾 勇闖遭到T病毒感染而爆發殭屍危機的拉昆士 在這次公布的劇情影片裡 玩家能看到主要角色之一的雪莉薄金 重製後更顯霸氣的頭目 G病毒登場 至於大家最想看到的美女愛達王 可惜影片中還是包得緊緊的 可能只有在正式版才能拜見她的真面目囉 而且最後還有一個大消息公布喔 卡普空表示 重製版不僅將支援中文繁體字幕 還將提供中文語音 這真是讓人太意外啦 還想回到拉昆士就地重流的玩家們 別忘了繼續關注 《惡靈古堡 2 重製版》的後續消息喔